我在霍格莫德的魔药店领了韦斯莱教授店的两份魔药配方 一份免伤的,一份治疗的 然后又去神奇萝卜店里领了一份白鲜种子 嗯,这玩意之后上课要用的 处理完这些事就要跟娜娜会合了 我正在跟娜娜商量今天到哪转转的 突然听到一些动静 转头一看 好家伙,一头巨怪直接冲进小镇 什么鬼,管理员的话咽咽啦 让我们赶紧跑没错啊 魔法世界嘛,全民皆兵 这头巨怪很快就被镇上的其他人拉到小镇外面围殴去了 本来还想着松口气了 结果一转头,又来一头 直接撞烂对面的商铺冲过来了 该说不说啊 这身装甲上面冒的红光 我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巨怪一过来就冲着我来了 专门来找我的 打吧,就这家伙的速度 我还没有飞天扫帚 跑肯定是跑不过的 之前我看有人吐槽巫师翻滚躲避 让人出戏到巫师系列 好吧,确实有点就是了 虽然巫师系列属于低魔背面 但是也是魔法世界嘛 没毛病 而且不翻滚 开盾也可以啊 想走位就翻滚 想硬钢就开盾 以后有了飞天扫帚 可能会更方便点吧 打着打着 我突然感觉我悟了 一个从未使用过的魔法 从我脑海中迸发出来 然后这头巨怪就直接被我湮灭了 我有点懵 周围的大伙伴小伙伴也近呆了 刚刚指挥拉走一名巨怪的新格警官 还热情地邀请我去当奥罗 好吧,我个人是非常愿意的 但是也要看以后这游戏 有没有这方面的设定了 比如以后再出个续作叫 魔法部之一 或者魔法法律执行司之一 啥的 这个警官估计是从哪儿听到小道消息 知道我刚学了恢复如初 就让我给他帮忙收拾一下巨怪破坏的东西 这不叫帮忙吧 这纯属是让我全包了好吧 他自己是一个换眼一行走了 全场我一个人在干活 不带这么压榨新人的啊 哎呀,终于干完了 到服装店趁口茶喝 好家伙 店老板也在这喝茶的 真悠闲 不过他的行为还是非常软心的 为了感谢我帮助大家 他决定送一件长袍 我肯定得客气一下呀 毕竟人家打算送我一件贵重的东西 哎,不是 这属性还不如我自己现在身上穿的呢 我看了一下他店里的东西 感情是送了一件最差的 行吧 好歹卖了还能换60个加农 是吧 是挺贵的 巡视的事情也办完了 意外也处理了 去三根条皱 不是 三把扫帚休息一下 吃吃喝喝 沿途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无意中看到了维格多 卢克伍德和兰洛克在一起交谈 好家伙 兰洛克怎么来了 这就有点吓人了 赶紧溜 这得是找我来了 看来刚才巨怪袭击不是巧合 应该是冲着我来的 一路小跑 冲你三把扫帚 老板娘挺热情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卢克伍德带着小弟早来了 我一口黄油啤酒还没喝呢 话说这个卢克伍德是什么来路 老板娘跟他也认识 不过看起来关系不怎么样 上来就剑拔弩张的 当然 顺便也把我给保下来了 说到卢克伍德这个姓是 几百年后 哈利波特的时期 这家伙的子孙 进入魔法部神秘事务司工作了 不过是伏地魔的间谍 在魔法部内外 安插自己的巫师 为他提供情报 最终汇总到伏地魔那里 看来是个黑巫师家族了 娜娜今天跟我经历了这一波都惊了 我这是什么来头 刚来学院一天 巨怪也来了 通缉犯也来了 黑巫师也来了 也别继续在这小镇待了 赶紧回城堡吧 获格伍德是最安全的 哎呀 回来了 还是学院里舒服 学院里又数自己的宿舍最温馨啊 哎 一大早就收到猫头鹰送来的信 是飞哥教授的 他在那个匣子上发现了点新东西 让我空了去找他一趟 不是吧 大清找的 不着急 我先四处逛逛 来学院除了上了两节课 竟弄些乱七八糟的破事了 城堡的各个角落里 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这个残破的扫帚 就是当年一名霍格伍茨的学生 要展示自己发明的实验性咒语 结果扫帚就没了 嗯 三年级 自己发明咒语 虽说失败了 但是说真的也是个人才了 还有这句骷牢 貌似人们还没确定这是个啥动物 可能是一只凤凰 也可能是一只捕鸟 哎对 说到魔法生物 以后应该我也会去抓一抓的吧 by bwd6 叙述